主要是因为 在VBA里面没有类似Ludge 跟这个Small 这么好用的函数 那没有怎么办 你要想办法 要不呢就是自己写 要不呢就是直接有现成的 当然如果像我的习惯 如果有现成的你何不 何必直接拿来用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自己写 还要花时间还要想 怎么去把这个 这个但你可以如果自己写的话 你变成说你要回去 VBA里面再把资料 做重新排序 或者重新 去比较大小取得 这个第三那当然程式 相对的很复杂不好写 所以呢如果有现成的像 一声有里面就有Ludge 那如果说我以后要用 这个结果的话 那当然我这边有个取巧方法 就是你干脆把公式 在某一个出称个执行 取得最后的结果 再拿到这边来用 那如果说你将来只是暂时性用的话 最后再把它删掉 比较好 这也是一招 这一招其实 我觉得也还不错 为什么 因为你至少一定是可以walk 不会有问题 OK 那另外还有一招就是用什么 用那个直接调用的方法 就是Application.watch function 你也可以直接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它的那个 调用的范围 如果是一个范围 你要写的range 如果调用的是一个储存格 你也是可以用range OK 一个储存格 大体上这样 那就直接 可以把结果它会 丢到这边来 OK 就是 两个方法 都是 直接调用Excel 里面的函数的好方法 那主要是因为VBA里面 它的函数大概100哪一个吧 100出头个 然后呢 Excel里面的函数 至少有250几个 OK 所以相对的 在Excel里面能够做的事情 其实呢 已经相当的多了 所以 这么有 所以其实我们主要是 尽量去思考 在你的 就是 就是你的 这个Excel里面有哪些资源可以用 OK 前提就是你已经有那个资源 你何必不用 然后还要再去自己去写 就不用了 所以这个大概 让各位知道一下 我们主要是 用一些方法 得到我们可以用的资源 OK 大概有这些方法 这有些也是 我用自己的方式去 反正工作上怎么用 最重要就是得到结果 OK 当然我只是提供 分享我平常用的 这种方法 但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的话 也欢迎可以提出来 目前这个 这两个方法 应该还算不错 OK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有关那个 Count 刚刚是Sum 请各位 切到Count Count Sum是加总 Count是什么 是算几个 比如说呢 我这个范围里面 的资料呢 假设啦 假设当然不止这么 以后你工作里面一定会有更大的范围 或者更多的工作表 更多的工作部 如果你希望算什么 某一个 大的范围里面 这里面总共有几个数字 数字喔 OK 这个范围的简单 你不是用人工算吗 人工是用 所以我说用人工算是最笨的方法 而且太浪费时间了 除非你的工作时间特别多 像有些人工作就那么那么一点点 他如果很快做完他就没事了 没事就会太无聊 如果你是这种工作的话 那恭喜你 真的让人家很羡慕 现在还有这种工作吗 好像越来越少了 大部分都是 老板一定很赶很急 越快越好 反正赶快就交给我就对了 OK 效率越高越好 所以第一件事 如果我要算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数字 怎么做 第二个如果要算什么 这个范围里面 有资料的 当然包含 是数字 文字 有没有 或者是这种 True False 这个Booling 都算 那另外如果要算这个范围里面是空白的 几个 几个 另外呢这个范围如果是数字大于30的有几个 大于30 那你要这样看 一个 两个三个吗 OK 就是你用算了吗 当然是最 不 聪明的方法 至少 你要懂得利用 Excel里面的函数 第1个 第2个的话 延伸出去用VBA 如果有些复杂的工作 那当然你就交给VBA 简单的工作就交给Excel 所以第1个的话 我们的插入函数 那刚刚讲那三个问题的答案 他刚好在统计里面的 Count的这个顺序 所以第1个答案就出来 Count 它是算包含什么 数字 第2个 Count A 非空白 意思说 不管 反正这个范围是有资料的 放不管什么东西都没关系 放文字 放数字 放日期 那些都算非空白 那第3个问题是空白 有没有 Blank 第4个是Count If OK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数字 那我们把这个范围给他 打个勾 53个 所以里面是数字马上知道了 第2个的话 如果我要算什么 是有资料的 所以这里面有资料的 那就Count的A Count的A 里面是有资料的 59个 所以请问 几个是非数字呢 那就把59-53就好了 OK 虽然没有这个方式 但是你可以 两个凑在一起 不就有这个功能 对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Blank 里面是空的 那就是Count的Blank就好了 OK 所以里面没放东西的 你就给这个范围 7个 OK 所以其实 如果要问说这个范围有几个储存格 那就把这两个加起来比较好 有资料的 没资料的 Total不就等于66个 OK 另外的话呢 里面是数字而且大于30 10的话 像刚刚的信号 这边也是可以的 所以Same if Count if 你可以 一起看待 你学东西 千万不要只单独学一个 然后不懂得变通 尽量我觉得 你们要学 应该学一个 怎么样学会 使用函数的方法 也就是以后 即便你没用过 你也大概要知道 八九不离十嘛 所以我们用了这么多函数 其实有一些如果你没用过 但是你也可以试着用用看 没有关系 他里面有一些提示 有没有 其实你会发现他的提示 很多都长一样 只是说你要慢慢熟悉 他给你的提示 你要给他对的东西 像给range 有没有 一定是要一个什么 一个范围 那criteria 一定是一个条件 条件的话就是 是什么的意思 是什么条件 OK按确定 里面是数字 而且大于30的 有7个 OK大概这样 另外一样有conif 这conif做法跟 刚刚那个 三名符还蛮像的 所以这也许留给各位做练习 那我们知道conif之后的话 另外呢 我们后面有几题 比如说我们以 黑名单筛选来看 这一题的话 其实用conif来做 非常适合 尤其是你要 用什么 用conif来比较 两个 就是两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 找出不同的 不同的资料 或者是找出相同的资料 其实 都可以利用 conif来做 会是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呢 我们待会知道那个conif这些规则之后 所以待会也许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 刚刚讲的这四个函数 count conif 做完之后呢 再来呢 请各位 再开启黑名单筛选 那想想看 其实这边 打开之后 有三个工作标 查询名单 黑名单 这个逻辑很简单 请你告诉我 在这个查询名单 就是要查的 email 没有 在黑名单里面有没有出现 如果有出现的话呢 就帮我把 查询名单的这个 假设有 你就帮我把它 复制 就是 放在这边 表示他是 黑名单 OK 那这个 这也是 这有个同学 之前上课同学问的问题 因为他每天都要查这个东西 然后每天要花很多时间 他说老师这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就跟他讲 有 什么方法 非常简单 他以前怎么做 Ctrl C 然后呢 到这边呢 Ctrl F 有没有 然后寻找Ctrl V 然后寻找看看 有没有 有 那就黑名单 所以他就把这个贴到这边来 然后再换下一个 然后里面总共Ctrl向下 1000 其实不止 你看到中间后面还有 因为我故意把它控开 为什么 因为 我们练习不用那么多 1000笔就足够了 OK 然后Ctrl向下 他每天都是好几千个 他每天都在Ctrl C Ctrl F 好了 所以他每天花很多 我刚才讲说 不用那么 不用吧 很简单 你如果会conif的话 你就直接在这边 就是查询名单旁边 插入一个什么 最近刚刚用过conif就好了 Range的话就是你要找的范围 Criteria就是你要找的这个资料 应该是这个criteria 应该放这边 那要去哪边找呢 你就直接到黑名单 Range就是黑名单 整个嘛 所以特别之后 游标放这边开头 然后往下 特别之后你千万不要 就是用滑鼠这样拉 因为拉 拉到底 因为这总有两万多 可能有 甚至 它的原始算 可能有二十万 三十万 那你要拉到哪一天才结束 如果你有一百万个黑名单 那可能到明天 下课你都找不到 所以之前有一个老外吧 他就为了要知道说 到底Excel的最下面那一列 这是哪一列的数字 他就按住不要放 他就一直往下 也不知道 注意这个新闻吧 我觉得真的很蠢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直接怎么样 直接就Ctrl向下 不就有答案了吗 这样OK了 我想说 那他是怎么 他就是按住不要放 他就这样 然后他就是一直跑 然后他就一直不要放 然后呢 就是连吃饭啊 连做什么事情 手就不要放 然后他就看说 什么时候跑到最后一个 他可能没有上过Excel 这样不就好了 OK 而且这个还是可以成为一个新闻 可以报道 觉得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没别的意思 OK 所以呢 我刚刚讲说 你可以用Cone If 所以Cone If 然后 Criteral就是这个 那Range的话就是切过来 你游标放这边 记得按什么 Ctrl Shift向下 这样就OK了 Shift是选取 Ctrl向下 是向下整个选起来 记得 我常用Ctrl Shift向下 这个快速键非常重要 就选OK了 然后再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做什么F4 因为待会我们会需要向下拉 这个范围不能变动 所以呢 F4 锁列就可以了 2跟那个后面 2222 3这个 前面加个钱 按个确定 然后回来的话 如果是1 就表示是黑名单 如果是0的话 表示不是黑名单 最后的话呢 我可以在B1的地方 再利用资料里面的筛选 把这个1的部分留下来 有没有 OK了 然后呢 再把1的部分呢 游标放在A2 Ctrl Shift向下 一样向下选取 做什么呢 复制 然后呢 再切到结果的地方 贴上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全部查完了 OK 这样很困难嘛 我觉得工作里面会抗议服 真的还蛮方便的 尤其是如果说 你是比较两个 两个工作表之间 两个工作表的某两个栏位的差异的话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真的还蛮好用的 比较一下 像我平常有时候在学校里面 像他们叫做签到 像我现在给大学生签到 我都直接 你到我的网站上签到 那他们就签到 不过当然有些人会取巧 大部分都是 是到了就签 那因为我有很懒的一个点名嘛 然后呢 我之后我要知道谁来谁没来 对不对 我就用康义服比对一下 我就知道谁来谁没来 所以康义服我就点名完成了 然后最后呢 其末我就知道缺席次数了嘛 全部都加总起来就好了 谁缺席次数多少次数 那我就真 就是当然平常分数就扣比较多了 OK 所以一样用康义服非常好用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这个黑名 最后这个筛选 你可以把它取笑一下 OK 那另外当然 如果你要做自动化的话 比如说刚刚那些动作 你要全部再跑过一遍 其实你如果不会写对应的VBA 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把刚刚的动作 一游标放在 先切到结果 先把它这边删掉 一游标先放在这边 然后一切过来 二再切过来 打个勾 然后做什么 向下填满 再把游标放这边 做筛选 筛选留下一的部分 然后再游标放A2 Ctrl-Shift向下 建议是要用快速键 如果你录制聚集 不用快速键 会录到不精确的范围 为什么 因为下一次可能 它的位置不一样 这个追踪的话 它会自动追到最下面 OK 所以录制聚集 Ctrl-C 切过来 Ctrl-V 好 你就把这个动作录下来 再按下一个按键 它就全部都再做过一遍 这个就是如果你不想 或者是你还不太会 把刚刚全部的动作 写成VBA的话 那你可以先用 聚集的方式 录制聚集 暂时也可以把整个做一遍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待会的话 画面先欢迎各位 这个是黑名单筛选 用Conif来做 其实真的还蛮好用的 真的不太需要用太多的 其他的方法 用Conif就很足够了 就是比较 两个范围之间 到底差异在哪里 它其实马上就比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方法 蛮推荐给各位的 就是用Conif 最后再配合那个筛选 所以Conif配合筛选 其实很多东西 本来找不到了 很快就一下就找完了 所以这个黑名单筛选 那个同学 会了这个方法之后 哇 他突然 他的工作 时间突然就变多了 他突然感觉 上班突然变得很清闲 那以前可能要做很久的事情 那现在突然间 当然时间就多出来了 OK 所以请各位呢 试一下把那个黑名单筛选 试着把它做出来 试试看